在這邊給我鼻手畫小 我全部不要做了 我沒有臉在這個節目 沒有臉在這個政論節目 換算 更不要講 找個共產黨 找個新華社的 我還不要做人啊 一個中國人敢在這邊 對我們知道話說 你這個該怎麼錄 然後要求我們喊咖 要求我們喊中指文獎 我直接把他埋走人了 這個媒體是絕對不能犯的錯誤 這個是媒體的天條 剛剛講到的 你不要說你找一個外面的人 你找一個剛剛講的任何黨團 今天關鍵時刻 我可以讓民進黨 我可以讓國民黨 我可以讓所謂的民眾黨 在這邊給我鼻手畫小 我全部不要做了 我沒有臉在這個節目 沒有臉在這個政論全部換算 更不要講 找個共產黨 找個新華社的 跑來我這邊 吃手畫小 我還不要做人啊 我再講一遍 如果今天關鍵時刻 真有一個新華社跑來這邊 你半夜可以把我抓走 你半夜把我抓走 我屁都不會放一個 保良不用講理 我跟你講 如果說 我跟你講各個各大的評論員 我們這些人 只要有一個媒體人 一個中國人 敢在這邊對我們指手畫 說哎呀 你這個該怎麼錄 然後要求我們喊咖 要求我們 終止我跟你講 我直接把他買走人了 好不好 我給你保證 任何一個節目 有人敢對我們指手畫講 我立刻把他買走人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不只對於節目 不只對於媒體 對於我們這些評論員來講 都是不可能觸犯的天條 中國的國台辦 針對台灣五個媒體人 還有他的家屬 下達了一個懲戒力 包括我本人在那 我會嚇死了 那那個中國的關鍵在哪裡 非常有趣是 中國對台灣這些人物 有下達懲戒力不是第一次 過去下達懲戒力 都是因為你的台獨立場 你的兩岸立場 你的意識形態 代表你阻礙了 祖國的統一大業 但是這次針對我本人 還有我的家屬在裡面的是 這個懲戒力是幹嘛 是罔顧大陸發展進步的事實 蓄意編造 有關大陸虛假負面的信息 透過電視網路爆開 大肆傳播蒙蔽島內群眾 這就有趣了 這個代表 它是用台獨的標準 是說你等於說製造了一個 虛假的經濟落後的一個消息 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利 問題是中國有這麼樣的計較嗎 你有這麼一個脆弱嗎 現在難道你去批評中國的經濟 它要等同你的立場跟台獨 跟意識形態有關嗎 那這個中國大陸 到底在怕什麼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現在針對有關經濟的言論的緊縮 已經不是現在了 他們已經緊縮了一段時間 而且紐約時報還特別的專門說 中國現在要抓緊 現在這些經濟上面的一個言論 現在中國的經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這個經濟言論發展的狀況 真的會動搖國本嗎 會對中國傷筋動骨 傷筋動骨之下 它要做這麼大的動作嗎 出事了 出大事了 現在看到了 中國現在針對剛剛講的 黃世忠 李正浩 王毅川 于北山 還有小弟 我劉保傑 五個台灣的名罪 進行了一個所謂的制裁力 這個在你剛剛講到的 網顧大陸發展進步的事實 網顧大陸發展的事實有這麼嚴重嗎 而網顧大陸發展的事實 居然等同於未接深刻 向你的台獨意識形態 違反兩岸統一大業的等級了 對 沒錯 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本人還有劉保傑 我們兩個都被列為說 中國要懲戒的五個名嘴之一 那事實上連同我們 跟我們的家人 未來可能會面臨到處罰 好 那為什麼這樣 大家想說 我們也沒有什麼相關的政治立場 我們沒有發表這些相關的言論 那為什麼會被懲戒呢 保傑 因為我們踩到一個 他們現在最怕最怕的紅線 你說中國新紅線 對 什麼新紅線 我們來看紐約時報的報導 他說什麼 中國國家安全 欸 國家安全喔 面臨的新危險是 惡意唱衰經濟的中國人 就是你惡意唱衰中國經濟是不行的 好 所以我們就講 所以說中國的經濟有這麼脆弱嗎 中國的經濟已經脆弱到 你不能唱衰了 對好 那他為什麼會有這個報導 因為是中國國家安全部的黨委說的 他發布了一個不祥的警告 稱中國國家安全面臨最新的威脅是 批評經濟的中國人 他的報導是源自於 中國國家安全部所發的一個文章 所以經濟不能批評吧 對 好 所以我們就講 那難怪我們會被列入所謂制裁的名單 為什麼 我們跟你講 事實上去年的時候 網易他有一個有關於中國農民工 如此打工30年的這個紀錄片 他說打工人非常辛苦 結果沒想到 這個紀錄片只是忠實的紀錄 結果沒多久之後就已經不見了 被下降了 對 另外第二個 中國還有一個政法大學的院長劉濟鵬 他就說 現在不是這個投資股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那這是什麼 現在不是投資股市的好時機 結果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抖音不能夠發言 微博上面也不能夠發電 就直接被中國在網路消失 那這個是 他是個政法大學的院長 他是好心的說 警告這個股民不要太快進入 結果沒想到 這樣也不行 而且你現在在中國的股市 你不可以看空 你不可以做空 對 所以國家安全不是跳出來說 對 你現在股市裡面 你看空的 做空的 唱空的 掏空的 對 你都是居心叵測 你看一些居心叵測者 妄圖 興風作浪 警惕 看空者 做空者 唱空者 還有掏空者 所以我們某些程度來說 我們講了非常多中國的經濟的時候 他認為我們是所謂唱空者 那你看還有另外一個 這是中國的財星 財星也算是中國非常敢發言的媒體 他想要重溫過去 事事求是的這個思想路線 他覺得過去的經濟發展比較好 實事求是 結果沒多久之後 他就被404 沒了 炸下了 事實上現在對中國來講 我們踩到他們什麼紅線 因為我們踩到了報道中國大陸經濟 可能在下滑或是有壓力的這個紅線 這個對中國來說是新的國家安全 而且我跟他講的 董哥我看了剛剛的畫面 如此打工30年 這個畫面非常震撼人心 我們當時也去報道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沒有長想多久 很快就被下降 我們是當時把他給弄下來 他說那個當時的工人是怎麼樣 現在中國要打工 凌晨4點就開始要等活 而且你現在有人380元的醫保 你都繳不出來 對沒錯 我們講的都是一些 可能中國媒體的報道 我們要引用之後 現在變成是唱衰中國經濟 好那現在中國也真的面臨到了一些 不可言說的詭異事件 怎麼樣不可言說的詭異事件 現在有人去查了 現在中國的銀行存款 非常詭異 這是一個月的時間 十八兆不見了 對沒錯 我們講的都是中國所公佈的數據 這是中國人民銀行 他所公佈的數據 這個絕對不是造假的 他們在四月份的時候 他們的中國民眾的 這個人民的這個存款來說 約莫是7.32兆 那7.32兆折二信奈幣是32.79兆 可是前一個季度是11.20兆 你看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居然一個季度 從11.20兆人民幣的存款 變成是7.32兆 中間有非常多 3.92兆的人民幣不見了 到哪裡去 很多人就說因為他們怎樣 跑到中國以外的地方去了嘛 他們潤走了嘛 所以這個對中國來說 所以3.92兆就合台幣 他們18兆台幣不見了 那這是中國發布的數據啊 另外第二個我們再跟大家講 事實上現在對中國民眾來說 他們怎麼樣遇到一個 我不但是這個中國的錢不知序 像我要領錢 我都要領不出來 譬如說你看 這是中國的民眾 他在這個工商銀行 他存款有426萬人民幣 他想說那我就每天存的這個 這個取錢出來吧 結果你看他取錢 取錢 他明明就有這麼多的現金 他說你可能就能夠取2萬 2萬 一天就是2萬 2萬2萬 然後他說那怎麼辦呢 事實上這樣 目前為止中國民眾是 你連要取錢都沒辦法取錢 我自己的錢啊 不能領錢 沒辦法領錢的這個狀況啊 另外包括說什麼 我們在節目上講過 減薪 這個減薪也不是我們說的啊 公務員減薪這是中國他們內部發 這個浙江降25% 江蘇降15% 福建降20% 包括路透車的他們也發表說 中國的這個重要的 這個券商龍頭也減薪啊 對 這些都是國際媒體的報導 而且大幅的裁員 對那這個要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我們一個國家 這個所謂資金不見了 另外包括你領不出錢來 然後人民的薪水沒有了 那當然是經濟不好的一個態勢嘛 好那之前中國還發動一個消息是什麼 他說我們根本沒有所謂的非法移民 你是抹黑我們 可是你從所有的照片 而且是看到了美國媒體的照片 是 你跑是個事實啊 沒錯 事實上中國大 這個中國駐美大使之前曾經說過 部分美國媒體還有政客這個 大說什麼 大量的中國移民非法進入美國一誓 那這是假的 那當時他們也發出非常多的這個說 哎 駁斥大家的這個看法 可是我有跟大家說 事實上你看這個照片 這照片是什麼 這是在巴拿馬的雨林 巴拿馬的雨林 人家拍到什麼 哎 巴拿馬的雨林 為什麼會有中國小商店 然後人民幣什麼 兌換美金 可用微信支付 然後祝老鄉們一路順風平安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這在巴拿馬的雨林 對 居然有一個中國的公告 對 然後他們在那邊拍 哎 的確每天都非常多 中國人走過去啊 這是事實啊 另外一個他們還可以 你看這個 哎 如果老鄉你肚子餓了 我們這邊還有 這個所謂 康師傅的方便麵給你吃 所以就是這樣啊 你看這 你說沒有到美國去嗎 他們真的透過所謂雨林的 這一道路 真的來到美國啊 另外第二個是什麼 中國就是說 哎 這個日本 很多現在日本媒體報導說 哎 我們現在很多中國人 很多日本的這個 東京的商店街 很多中國人啊 你看 那去年日本增加 82萬名的這個居民 中國增加了6萬人 是最大的啊 有沒有跑到那邊去 當然有啊 所以最近在 所以現在在日本 已經有80多萬的中國人在裡面了 對 在最近來說的話 什麼池袋區呢 那些地方不是 那些人都說 哇 這怎麼變成是 中國人拒絕的地方啊 這都是事實 就也就是說 中國的民眾是 特別是有錢的資產階級 他們是 讓出中國的一個狀況 所以在中國 就有一些怪現象發生了 對 什麼叫怪現象發生呢 保證 事實上在最近一段時間來 5月7號的時候 看很多老人呢 他們上到街頭去 這個上訪 或者說他們去抗議 為什麼抗議呢 事實上這是在 湖北隋州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他們現在 因為他們現在 政府的這個資金不夠 那自己的政府資金不夠 怎麼辦呢 他們就想出了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現在蓋公墓 那蓋公墓來說 問題是你蓋公墓要錢啊 要錢那怎麼辦呢 強迫民眾 你就直接要 葬到公墓來 他現在又要求什麼 你呢 因為他在鄉下地方 鄉下地方可能很多民眾 就隨便就了結 我有土地啊 就葬掉就算了 他們就說不行 你要什麼 你要根據 你看 如果真的 你死的話 我們會怎樣 24小時的全程監控 然後保障你要做到 3個100 就是殯葬設施 我們要覆蓋率100% 然後遺體火化要100% 然後骨灰進公墓的鞍葬要100% 就是 反正你死了之後 無論如何 你卻一定要 上到我們的公墓去 而且火化 他們步驟都非常輕 而且是24小時的 全程監控的一個狀況 這也太誇張了吧 對 然後他給你收高價 我死亡的方式不能選擇 對 然後給你收高價 所以為什麼這些民眾 會去抗議 你仔細看 其實都是一些老農啊 他們可能平常住在深山的 他們不想這樣做嘛 那就出來抗議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這個現象都告訴你 中國的經濟的確是有一點點 不一樣的味道出現了 在共產黨手下生活 我再強調一遍 沒有一個人過好日子的 日本現在我們台灣有難 就想盡辦法來幫我們解決 現在我給你的70億 他有任何的感謝嗎 馬英九發動的 汶川大帝 這是他跟他老婆 周美青兩個人 還接電話 用盡整個國家的力量 用盡所有的力量 操控所有台灣的資金 撈了 弄了70億 搞到了中國去 然後問到這個 他是好像無指哭目的哭 馬英九對台灣人的感情 跟對中國人的感情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覺得馬英九 一直沒有意識到一件事情 他還像這麼的自戀 他已經不年輕了 他已經不漂亮了 他已經人老珠黃了 現在這張照片 是以前的馬英九 現在馬英九是什麼 現在的馬英九 是這個馬英九 這個馬英九你就少作怪 你跑到中國去 剛好給習近平拿來做統戰的 馬英九這個形象 跟馬英九過去的這個 給中國老百姓的概念 其實是中國人的這個 夢寐以求的領導人的這個樣子 可是他現在看到他可能就不是了 他可能很失望 因為你想想看他高學歷嘛 老了 吵了 美國博士 律師對不對 然後長得帥 然後英文好 然後中文好 國學體制 然後毛筆寫得漂亮 這一切條件 都是中國官場上 在評估當大官的基本條件 曾經在中國的官場上風靡一時 馬英九是很典型的 中國共產黨的 下一代的年輕官員的偶像 曾經有過這個說法 好 現在反過來看就是說 到今天物換新移 一個已經連華老去的馬英九 要跑到中國去幹什麼 自古英雄如美人 不許人間見白頭 他可能本人很在乎這個 但他問題是他人生的暮年 到最後一段的時候 他當然希望有一個 在星期一段的高峰的可能性 那在台灣的政客很簡單 台灣的政客在退休的這一段 都最後一段的溫度 跟燃燒自己的方式去哪裡 就是去中國大陸 毫無例外 跟連載一樣 跟連載一樣 最後走向最後歷史的墳場 就是到中國大陸 燃燒大概幾年時間就回來了 在馬英九今天整個行程裡面 有一點莫名其妙的行程 它唯一跟商業跟建設有關的 就是在上海的陽山港 其他沒有 其他就是這些很無聊的行程 看不出來它能夠表達什麼樣的訊息 就表示說 這不是一個大開大合的一個想法 就很典型的一個退休的馬英九 那退休的馬英九去中國混一趟 結果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今天談完了很多嘛 就是變成一個中國的一個新聞 大概有四月份可以炒作一下 然後就是強烈的傷害到 國民黨的選情嘛 剛剛講的 為什麼現在台灣跟中國的感覺 距離越拉越遠 以前剛剛講的 我們講一方有難八方來源 就是只有在台灣 連中國發生了任何天災地變 台灣那麼像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我們給總共捐了70億 我們剛剛講的311工程大地震 我們是68億 也就是我們是比311工程大地震 給的中國汶川還要多 對 結果呢 人家日本到現在還在感謝我們 日本現在我們台灣有難 就想盡辦法來幫我們解決 對 現在我給你的70億 它有任何的感謝嗎 有任何的捐點 它有報應 沒有 而且當時是誰發動的 馬英九發動的 汶川大地震是 他跟他老婆周美青兩個人 還接電話 用盡整個國家的力量 用盡所有的力量 操控所有台灣的資金 撈了 弄了70億 搞到了中國去 那對台灣呢 對台灣呢 我們得到什麼 沒錯 你要說什麼 銀黃子孫 或是說兩岸一家人 OK 你要這種主張都可以 但是一家人 你就這麼很勇敢 對 你一家人要怎樣 要有來有往對不對 剛才寶傑講到 汶川地震的時候 其實台灣人也非常看看 我們不是對日本人特別好 我們三英一捐了68億 但是汶川地震 我們也捐了70億 可是你看一家人的感覺 為什麼現在很多台灣人 就切心了 對 為什麼很多台灣人 會對日本覺得說 你好像才是我們有這個兄弟 或是說有這種親近的感覺 我們即使到現在 你看我們最近發生地震 日本人也是馬上捐 有來有往一直 有來有往一直 我捐給你 你捐給我 這個完全非常好 可是問題是 就是在當時的這個中國 我們捐給汶川地震 捐了70億之後 我們發生地震的時候 中國老是要占我們的便宜 要不然老就是說 在我們感謝全世界的幫助 對 要不然就是說 軍機還是常常給你繞一繞 我們這樣要救災同死 你還來這邊繞一繞 那有什麼讓兩岸一家親的 這種感覺呢 那特別是 這次馬英九 我覺得他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因為我們剛好也發生地震 我媽這次給你看到 馬英九一路上就是 一路哭 念到這個林爵敏的與虛節別書 就在哭 然後一路哭 一路哭 然後問到這個 他是好像五指哭目的哭 對 跟中國非常有感情 你只要講到這些 哇 他完全都是淚汪汪的 結果沒想到 這個問到這個台灣說 我今天早上看到這個新聞 那台灣外海發生大體症 希望大家一切平安 就是說這樣 沒了 輕輕鬆鬆的帶過 沒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留著情緒 等一下還要哭 所以他就趕快 一路這樣的表現 對 那相對 我剛才不是講到嗎 事實上在2008年 那次這個所謂的 汶川地震裡面來說話 欸 就是馬英九嘛 馬英九當時就是 主導這個所謂的捐款這個 欸 他還去打接電話 一個總統之尊去接電話 然後他說原本呢 只要接兩通電話 他還有行程 可是後來他還是 幾乎做了一個 幾乎在那邊做了一個小時 然後等到捐款突破 一億兩千萬之後 他才要離開 就確定這個捐款非常多 他才要離開 那當然我們當時 我們跟中國關係 其實當時也不錯 所以大家都OK 可是問題是 你看 他接下來 他到這個2008年 88風災的時候 大家都記載非常清楚嘛 這塞銘跟他說 欸 我已經沒飯吃了啊 我們都看不到你 然後他說什麼 我不是來了嗎 你不是見到了嗎 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嘛 所以你說馬英九 對台灣人的感情 跟對中國人的感情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這個 這個在嘉義來的時候 這我非常有印象深刻 因為他當時來嘉義的時候 欸 結果沒想到 這個居民就舉起步調 要你救救我 結果你知道馬英九為什麼 啊好 我要救你可以 等我先把話講完好不好 那這種感覺 你就覺得 完全不一樣嘛 所以我就知道 為什麼呢 馬英九 我覺得其實很多台灣人 也覺得非常奇怪 就是為什麼你到中國 都能夠哭成這樣 那麼有感情 對他們有感情 這樣子的程度 但對台灣人來說 好像你就覺得 有一點不聞不問 好像不聞不是你的家人的感覺 好 是喔 今天如果馬英九 剛剛講的連載已經慢慢帶出的 那兩岸需要有一個 類似買辦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樣的一個人 馬英九已經坐實了嗎 那這個角色有這麼重要嗎 對 當然了 我覺得兩岸之間來說 還是有非常多的這個政商需要溝通 包括說我們還是很多台商在那邊 然後你要至今要出來 或是說你要跟當地政府溝通的話 還是需要一個正式的 這個所謂官方的管道 你能夠跟對岸的這個高層見到面 還是比較好 那所以呢 因為現在連戰了 他也沒辦法跟習近平 台灣的總統大選剛剛結束 照顧過去的經驗 總統大選經過了這一場大戰之後 大家總要有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的休養生息 該出國的出國 該度假的度假 該休息的休息 沒有想到禮拜六選完 禮拜天就風雲變色 禮拜天我們看到了 美國代表團就來到了台灣 而且不但是拜登在美國直接講 他不支持台灣獨立 連羅森伯格都在台灣 直接講他們在城維持現狀 但不支持台灣獨立 為什麼要接連發出這麼嚴謹的訊號 而且全世界的財經媒體特別強調 現在因為亞洲地緣政策關係 竟然出現了一個資金大逃殺的狀況 現在不只是只有台灣地緣政策 非常緊張 南北韓更緊張 所以現在南韓的股市也大跌 我們看到香港股市也大跌 而台灣台灣今天大跌了一百八十五點 整個外資狂賣了七百八十二億元 而這兩天整個外資在台灣 已經賣了一千三百二十四億元 把一億元帶離了台灣 那到底這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地方到底出現什麼狀況 為什麼這個地方突然的風雲變色 還有已經44年歷史的澳門馬會 這個澳門馬會 曾經是全世界的第一馬會 它現在竟然要收攤了 收攤現在看起來它維持不下去 難道現在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觀光客已經無法支援了嗎 連這個曾經是全世界收入最高第一馬會 都無法維持 那這個時候中國到底出了什麼事 而中國現在的內部問題 可能讓習近平挺而走險嗎 所以你先講說賴清德今天出手了 賴清德今天做了很多大做作 你說他現在賴清德不得不清理戰場 為什麼賴清德不清理戰場 因為他當選 禮拜六當選 整個禮拜天 禮拜一 禮拜二到今天 竟然整個亞洲出現至極大逃殺 而且整個的情勢嚴峻到超乎不得想像 還有現在川普 川普在愛國華真的大勝了 他真的有可能代表共和黨來參選總統 如果川普真的當了美國總統 對 整個世界就會有大變化了 而且事實上隨著賴清德當選這個總統之後 他的開局 我跟大家預告一定會相當相當艱辛 很艱辛 為什麼 因為現在面臨到兩個狀況 第一個 你說賴清德這個開場式 對 比你想像來的艱困 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目前為止來說 亞洲目前為止地緣政治到處烽火連天 這個南北韓之間緊張局勢 包括說亞洲裡面來說南邊的這個南海的局勢 中國跟菲律賓還有日本跟中國兩個國家的壓力 另外一個 台海自己本身有壓力 所以現在亞洲等於是烽火連天 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時間 為什麼外資會連續大賣 到底說應該台股過去的行情都是 總統當選之後會有慶祝行情 結果沒想到連續大重挫 沒有慶祝行情 三天的時間裡面外資賣了一千三百億 你想說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外資擔心地緣政治的風險 所以現在外資腳底磨油跑了 但是我跟他講 你說才三天的時間 搬走了一千三百四十二億元 對 那也不為什麼 你看美國連續跟你下三道紅線 拜登說話了 布林肯說話了 羅森伯格說話了 都是要求什麼 不支持台灣獨立 或是不支持改變現狀 所以連續三道紅線告訴你什麼 一定顯然美國也知道 這目前的壓力相當相當是承受在台南邊 三道紅線 對 美國總統美國國務卿 AAT的理事主席 對 那為什麼會這麼緊張 我跟他講一個 還有更嚴重的 亞洲可能要爆發金融危機了 這金融危機會在什麼地方爆發 我跟他預告 大概不是香港就是中國 鐵定會爆發金融危機 為什麼 這麼恐怖 為什麼 我跟他講 香港股市 你有沒有注意到香港 我們前一陣子還說 我們台灣贏過香港股市 你知道到今天的時間 台灣已經贏香港股市兩千點了 兩千點 台灣現在是一千七百 一萬七千一百六十一 香港是一萬五千兩百七十六 你沒有看錯 事主 當時他要跌破一萬七的時候 你就已經講 一萬七是香港的榮鋪線 一萬七是香港的生死線 跌破一萬七就回到九七了 等於在一下打回九七之前 現在不是一萬七 不是一萬六 變成一萬五 而且只剩下一萬五千兩百多 搞不好連一萬五都受不了了 現在香港股市是在崩盤之中 崩盤 對 連帶中國股市也在崩盤 為什麼這樣 因為很簡單 中國股市 中國經濟撐不住了 它真的在今年恐怕會出現 我們前所未見的大蕭條要出現了 所以像中國公布的任何數據 去年公布的數據5.2 是有史以來最 1990以來最差的一個狀況 差到什麼狀況 連今天傳出來 澳門的馬匯它都要倒閉了 所以就知道說其實中國的問題 比我們想像中都還要更加嚴重 不是 澳門馬匯就一個馬匯 這個馬匯倒了 有這麼了不起嗎 對 非常嚴重 好 所以我們就講 因為你看外在的因素 地緣政治的壓力 其實賴清德在外面的事物 他不能做太多 在中國經濟在崩潰之中 我們台灣要有好的開局 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現在很清楚 他的 我跟大家預告 他現在會怎麼做呢 他現在會開始大清洗 把過去他要清洗的戰場 裡面包括說像高端的問題 包括潛艦國造的問題 包括說光電的問題 在這時候是他最好清洗的時候 因為這時候開局是這樣的局面 我就開始大清洗 大清洗的時候讓我 讓我的目前為止 有一個事情可以做 而且清理戰場 讓這個 等到電源政治都過去了 經濟的問題過去之後 我再重新再做一些 所謂心力的動作 所以他不得不然 一定是這個樣做 好 那我們就講 所以亞洲有這麼緊張 當然非常緊張 你看我們剛才講 今天台灣股市跌180點 香港股市我剛才講 今天跌了3點多個percent 另外你看連南韓股市 南韓股市今天也跌了2.47%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很簡單 因為金正恩已經說 他要修憲 把南韓列為頭號的這個敵國 所以他現在準備要開始打 等一下 以前北韓的頭號敵國是美國 是 現在他頭號敵國已經不是美國了 是 他已經變成南韓了 對 而且已經馬上跟他嗆聲 如果你發起挑釁的話 我會加倍奉還 所以他再接一講 整個南韓股市完全中錯 所以現在南北韓緊張局勢 已經出現了 那除了南北韓緊張局勢 開始出現之後 你知道菲律賓 菲律賓跟中國這幾天 也鬧翻了 因為菲律賓說 我帶菲律賓的小馬可 是說我代表菲律賓人民 祝賀賴清德 當選台灣下屆總統 台灣總統 對 然後呢 中國外交部就說 你回去讀讀書好不好 那再加上說 中國跟這個日本跟菲律賓 要簽一個所謂互相 軍事可以駐軍 那這樣整個緊張局勢開始出現 尤其在這個時候 那目前為止在亞太地區 已經有一個卡爾文森號 還有這個雷根號在這邊 結果現在傳出一個消息 羅斯福號 他現在從美國出發 羅斯福號也來了 準備要到西太平洋 當然美國說法是沒有啦 因為卡爾文森號回去 然後羅斯福號要來 可是你知道 不過沒多久的時間 會有三大航空母艦群 在這個地方 那到底是有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們沒辦法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才跟你說 目前為止 美國評估亞太地區來說 是真的相當地 地緣就是相當危險的一個狀態 而且蕭文森號 你不但是雷根號在這個地方 是 卡爾文森號在這個地方 現在又多來一個羅斯福號 更可怕的是 在雷根號上面 剛剛講 我不但是滿載 而且是滿載F-35C 而且等一下講 等於說全世界最先進的武器 都已經在航空母艦上了 所以美國到底是在擔心什麼 我們講 為什麼最近外資會狂賣 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我就講 中國的問題 中國目前公佈的所有數據 都相當糟糕 中國通縮的狀況非常嚴重 你看他已經進入的通縮了 也就是說CPI是負值 這個就是無力的病 你知道日本上一次出現這種 所謂通縮的局面 已經是30年前 然後讓日本一路30年下去 現在中國已經出現到這樣的危機 所以連他的進出口來說 也都不好 所以現在中國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你知道 有這麼慘嗎 很慘 所以為什麼我們講 今天一個最新的消息就是 澳門馬會他宣佈倒了 澳門馬會為什麼倒 他是成立44年的澳門馬會 他一度是全世界最好的馬會 而且賺最多錢 結果沒想到 因為目前為止 中國民眾已經沒 無力去澳門去賭馬了 玩不起來了嗎 你看他去年 一共虧了大概25億 25億澳門 大概折合新代幣是97.5億 所以他就說 那怎樣 我們宣佈裁員 而且他就說 我們就上交給政府 我們跟這個廣州的馬會 互相合併好了 我們不要再做馬會了這個生意了 跟廣州馬會合併 所以他現在一百多匹馬 全部送到廣州去 所以你知道說 市長連澳門 我們從澳門 澳門過去好的時候 哇他還可以每年派息給所有的民眾 現在沒辦法 所以他說 而且香港股市這樣一路的 我剛才講 已經跟台灣已經差了2000點 中間之前還差沒多 多少已經差了2000點 你知道香港的股民在說什麼嗎 香港股市這種跌法 只有在什麼時候出現過嗎 一個是在1997年金融風暴 就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開始股市狂點 另外是2007 08年的金融海嘯 所以才說 現在香港民眾很擔心 香港會出現金融危機 那我就講 外界環境這個樣子 所以才說嘛 今天賴清德在做什麼 你看賴清德今天第一個說的時候 他出手了 他要退出新潮流 那為什麼要退出新潮流 當然或許有一些 他未來要處理事情比較方便嘛 那你看他連續出招 現在出什麼招 第一個高端合約公布出來 為什麼高端合約公布出來 因為他知道高端 有非常多的仇恨值 我公布出來 另外一個 會不會再查潛艦國照 這個問題 很有可能嗎 但是我覺得最有可能是這個 光電的弊案 他會查光電 光電弊案 我跟他講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光電弊案裡面來說的話 牽扯到非常多人 而且這個讓他 在南部的支持度受到非常大影響 他的本命區 再來說我可以跟大家報個料 因為我有非常多朋友 在台南做光電事業 他們說從去年到現在為止 有非常多人跟他們 要了非常多內部的資料 非常多的資料 他們要做什麼呢 當然就是要查清楚這裡面 所有的金流 所有的東西 所以才說光電弊案恐怕是 賴清者會第一個出手的 所以才講他現在能夠做的 就是先把這些戰場先清理之後 等到這些外在環境都改變之後 我再大師拳手來做這個拼經濟的動作 當這個高端的合約要公布的時候 你說為什麼這個時間很敏感 選前怎麼說都不公布 賴清德說了也不公布 可是賴清德一當選了以後就公布 你說賴清德已經要清理戰場 而且要怎麼講 面對內憂外患 他只有高舉反貪腐的大旗 他才有一線生機 對 因為他現在很不幸的 他是一個少數總統 然後又面臨到一個 在立法院的少數 他這麼困難的情況之下 他如何脫困而出 就靠一個 靠個人的聲望 高民調高民意 就靠這個東西 他要馬上在短時間之內建立 高民調高民意 非常困難嘛 對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借 請你的人頭借我一用嘛 殺 殺嘛 只有殺下去才有辦法嘛 那不殺 那殺誰呢 殺誰 殺貪官嘛 殺過去八年的貪官 他會嗎 當然會啊 他不會自己打到內傷嗎 他不會內傷嘛 這個周處處傷害 他有內傷對不對 你現在看看多少事情在裡面 所以你覺得他是玩真的嗎 他一定玩真的 他會玩真的 因為退遲一步既無實所 他的個性如此 他不是 他沒有路走 不是跟個性 他沒有選項嘛 今天你宣布推出新潮流嘛 對 就跟派系開始切割嘛 切割完之後 他只有跟新潮流切割嗎 不會嗎 他跟所有民進黨派系切割 所以他變成一個民進黨 他想當全民總統 對 全民總統我現在問你嘛 很簡單 他去年為什麼能夠當黨主席 九合一大敗嘛 對 九合一為什麼大敗 貪腐 貪腐搞壞掉了嘛 對不對 他因為九合一貪腐的大敗 而擔任了黨主席 而取得了門票 他擔任了總統的候選人 現在又因為總統候選人 又取得勝利 但是結果少數勝利啊 48 48 48是他本人 他從我做民調開始 這樣坦白的 從來沒有超過48 他從來就是48 就得了票的時候 還是48 搞什麼 換言之講 民進黨沒有給他加分嘛 他有天花板 對啊 天花板 民進黨的業政績太爛 造成扣分嘛 所以他怎麼辦 他突破這個天花板嘛 他只有把過去的那些的老東西 拿出來晒一晒嘛 那個巴西彈怎麼搞的 一個五十萬公司做個巴西彈 然後彈丟到... 丟到... 丟到... 丟到福德坑野脈 你搞什麼玩意兒嘛 浪費公堂 這個政府不應該檢討嗎 要檢討 如果他今天不能夠 刮骨療傷的話 那這個傷就跟著他走到底了 他有這麼嚴重嗎 他要嚴重到刮骨療傷 那我問你嘛 那你請問你他三個月怎麼過 你跟我講嘛 他頭三個月 他拿什麼樣的政績給大家看嘛 對 你什麼 你什麼 你三個月當中你突然間你這個 台灣GDP變成Double一兆 不會 不可能嘛 而且看起來很嚴峻的 今天要跟他講 油電雙掌 他可能壓不住了 油電雙掌是我們內部問題 我現在再問一個很簡單 這兩天你看到老公的動作沒有 沒有耶 非常克制啊 在幹什麼 在幹嘛 在等出手 老公還在等出手 當然出手 老公你很簡單 老公這次出手 絕對不是跟你搞ECFA嘛 一定跟你搞貿易大戰嘛 杯葛貿易嘛 一定開始跟你杯葛 開始大量的跟你有貿易封鎖嘛 可是你中國經濟這麼差 你還可以打貿易戰嗎 他量體大 他打你 他總共十七兆美金 十八兆美金的量體 他撥了一個一千億美金出來跟你打 你就掛掉了 他百分之一百 我們現在在這邊跟大家喝一張保證 一定打貿易大戰 他不是跟你搞 不只ECFA ECFA小看他啦 他跟你幹到底的時候 他怎麼會 他會毀掉你嘛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是非常重的手 恆大倒了 碧桂園呢 違約了 萬科被縮垃圾 馬上出來有人來救 八百億人民幣 十二家銀行 而且是由中國建設銀行領居 萬科當初最初登記的負責人是誰嗎 鄧家貴 他的太太很重要 就是習近平父親的女兒 那就是習近平的姐姐 拉人我要拉我自己人 我救人我也持久我自己人 你知道現在中國的經濟爛到根 但是呢 習近平在這個時候 卻中了一個很重要的委任 但不是救經濟 而是維穩 他讓誰呢 他讓中國政治局常委 排名第五的蔡奇 蔡奇本身是中央書記處書記 那他當然呢 我跟妳講 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 但他卻讓他進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中央網信委員會的主任 他會說這是什麼工作啊 我告訴你 你聽到網路 你聽到訊息 無非就是包括網路的國家安全 網路的宣傳 新聞輿論的引導 或者打壓 還有包括我們網路的這些商機 全部由蔡奇一把抓 所以人家就講 蔡奇你就是網路新撒謊啊 正式登機了 那你看我剛才講到網路安全 他就要維穩嘛 那還有新聞輿論的引導 那還有網路的商機 這裡頭你怎麼看都會覺得 這不是應該 應該要讓國務院總理李強來做嗎 或者是讓李強去找人來做嗎 因為李強是國務院總理 他經濟是由他來做的 那結果現在200兆的這個 我們講200兆台幣 價值200兆台幣的這個網路東西 全部都交給蔡奇 但有人說那就是因為有關係 你就沒關係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李強現在有一種被架空的感覺 從哪張圖可以看得出來 來 我跟各位講 你知道李強他是浙江幫 蔡奇是福建幫 其實他們都是席家班 因為我剛剛說的浙江福建 習近平都待過 但問題是現在就傳出 他們在內部的席家班 福建幫跟浙江幫在內鬥 而且福建幫都成功了 那從哪張圖來看呢 我給大家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當初去年 北京鬧洪水 河北鬧洪水前 習近平他去參觀他們說的熊安新區 熊安新區是習近平執政以來很重要的一個千年大忌 對 那就去的時候大家看 那當然啦 因為千年大忌牽扯到經濟 笑容滿面 對啊笑容滿面 但一定要有國務院總理 因為經濟在這 你看李強 然後呢 這邊這個人有人就發現他誰啊 他是蔡奇 那你蔡奇為什麼會出現呢 你中央政治局常委七個人裡頭 你有看到其他人嗎 你有看到趙樂際嗎 你有看到趙樂際嗎 人大委員長 你有看到我們說的這個王滬寧嗎 還是丁宣祥還是李希 都沒有 為什麼就只有他 可見他在習近平心中重要的位置 好這個是淹大水前 對 我們再來看一個淹大水後 也可以看出蔡奇的位置有多重要 你知道當時啊 因為為了要保雄安新區 這千年大忌不要被洪水給淹沒 國務院總理李強就急啦 因為眼看水就要淹過去啦 他這時候唯一能求救的 竟然是排名比他還要低的 蔡奇 他就問蔡奇 能不能打個電話給他 能不能讓雄安新區不要淹 不要讓習近平眼面無光 那為何國務院總理必須求蔡奇 你要知道啊 你如果要讓雄安新區不要淹 你可能就要讓別的地方 淹大水 對 那他會牽扯到 國防 國安 武警 公安 軍隊 對 這不是國務院總理李強奇 照道理是可以做得到的嗎 沒有 他竟然什麼都做不到 他竟然只能去請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蔡奇 原因在哪 因為他沒有辦法直達天廳 可是他可以 所以去找蔡奇之後 果然 朱舟就被洩洪了 朱舟就淹了 你看喔 那時候摘損4000億 淹死7000人 可是官方宣稱只有2910 為什麼 為什麼新聞輿論會說只有2910 我剛才說了 網信主任是誰 是蔡奇嘛 都憨服好了 講到這邊 我要跟趙和報告一個結論 換句話說 國安 公安 武警 軍隊 上達天廳 經濟 網路 輿論 都是只有一個人說得算 就是蔡奇 所以這個是完完整整的新的鐵三角 李強正式out 但是正式out的後面 習近平現在要擔心的是什麼 他的經濟 我們剛剛講 維穩是維穩 網路維穩是為了什麼 就是因為不要讓這些 經濟不好的事情蔓延出來 他現在可是一個頭兩個大 是我們剛才講的 有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萬科 萬科坦白講 就是一個有關係的房企 怎麼說呢 我們曉得過去我們常講 萬橫幣 幣橫萬 隨便 這三個指的就是 恆大 碧桂園 跟萬科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恆大 倒了 那碧桂園呢 違約了 為什麼萬科現在 已經被評為垃圾級了 倒不了 結果 剛剛說的恆大 剛剛的幣桂園都沒人救 你萬科 一被縮垃圾級馬上出來 有人來救 誰救 12家銀行 而且是由中國建設銀行領軍 中國第一大規模銀行領軍 跟其他銀行這樣 拜託一起來救 救多少 800億人民幣 理由說 營運到路國倒 會壓垮中國脊樑才怪 真的嗎 這樣聽起來 會有可能性嗎 房地產倒了 真的是很危險啊 不是 我講啊 你要說中國脊樑 那恆大不是嗎 那幣桂園不是嗎 你說真的 就是因為他脊樑 結果有人去調資料發現 有個神秘的巧合 嘿 你知道其實萬科 當初最初登記的負責人是誰嗎 鄧家貴 他是何許人業 他是誰啊 結果後來人家說 他不重要 是他的太太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他太太太 太太呢 就是齊喬喬 那齊喬喬 我這邊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習仲勳 也就是習近平父親的女兒 那就是習近平的姐姐 這樣一兜大家就知道了嘛 所以他就是姐夫嘛 這樣懂得了嗎 習近平就是他小舅子 從拉人我要拉我自己人 我救人我也只救我自己人 不過曹和 我必須要先平衡講 習近平當初有說 他說 我的姐姐奇巧巧一家人 早就跟萬科在上市之後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也有媒體就覺得說 哎呀這種關係常常都說 盤根錯節 你說過去已經 上市之後就再也沒有關係了 但是難道真的沒有其他的勢力在裡頭嗎 所以這個救就會去救他 就引人遐想 不過有一個不是遐想 是已經夢想破碎 就是中國的經濟 招呼我們的小中國經濟 有三大產 第一個股市產 第二個房市產 第三個呢外資出走 對 那這到底沒有錢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Cucci 你一定熟悉這個品牌 開雲集團旗下的奢侈品牌 你要知道Cucci有多重要喔 Cucci對開雲來說也是大到不能打 因為開雲有三分之二的營收都靠Cucci 三分之二 結果Cucci現在突然來跟大家講 我2024第一季的營收會大發折 砍兩層 為什麼 因為在中國大陸它賣不動了 中國大陸現在沒有人有錢買 沒有人錢買奢侈品了 此話一出開雲股票跌百分之十五 而且開雲集團旗下還有什麼 包括Planciaga 巴黎斯加啦 BV啦 還有什麼YSL 全部都被砍脫了 就全部都沒有人要買了 那為什麼沒人買 是因為中國大陸現在已經窮到 勒緊褲子過日子 我沒錢買啊 為什麼呢 你知道現在中國大陸慘到 有一些年輕人沒錢 他就跑去跟高利貸地下錢莊借錢 吸血鬼他還敢借 你知道有多吸血嗎 昭和 有一個浙江女孩子他借五千 四個月後你猜猜看編多少 五千 五千 一萬吧 一萬兩萬三萬都很可怕了吧 對不對 他比五百五十萬 這超級騎血鬼了吧 你要不要中國政府管一下 結果這個女的她卻不敢伸張 為什麼 因為她在借之前 她拍了不雅的視頻 跟不雅的照片 好他們說這個叫裸帶 就你脫光衣服拍個照片 來做抵押 結果人家說裸帶這個歪風固然可怕 但還有一個現在也可以看出 中國經濟下行的可怕 叫裸奔 不裸奔跟裸帶的關係怎麼會 原來是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他們因為想要跟中國大陸的政府 做一個無言的抗議 我已經窮到沒身家了 我已經窮到一文不值了 什麼都沒有了 我就全部都放掉 都放掉 然後跑去奔 裸奔 裸奔 來做一個無言的抗議 我最後想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 被英國經濟學人形容可能會有個危機 對 所以她就畫了一張圖 我們來看 這張圖 我把它放在這 什麼呢 她說中國就像是一條龍 對 可是這條龍現在讓習近平面對了一個困境 就是這條龍爬得很慢 就像蝸牛一樣 緩步賣齊 懂了 你昨天就提到的是 李嘉誠這個 以七則跳樓大拍賣的動作非比尋章 你說那絕對值得關注 而且你覺得絕對有後續的事件發生 果然現在被號稱是中國房型廠模範生的碧桂園 竟然連七億元的利息你都撥不出來了 七億元的利息撥不出來了以後 你讓你的債券 讓你的股票全部都會把全部都崩跌 變成了雞蛋水腳股 變成了垃圾債券 但現在問題來了 只有這樣嗎 還是會有更大的風暴在後面呢 從今天過來看 昨天大概可以解讀李嘉誠這個為什麼打七則原因 因為李嘉誠是把香港的物件的這個樓花的銷售價格打七則 對 那換言之講是香港所有的銀行 開始設定你的抵押品的時候 就會參考李嘉誠的最新價格 那這個的話什麼意思 對齁 對 他的限價就是由李嘉誠為主了 對 我本來的抵押品 如果是抵押是可以是一百塊的 現在剩一百塊的你可以抵押九十塊舉例這樣講 你現在變成七十塊算起來 那你就剩下的二十塊不足夠怎麼辦呢 斷頭 就變斷頭了嘛 所以他現在做了這個七則抛售結果 會逼香港的有財務困難的開發商 面臨銀行的時候會被銀行斷頭 那這些公司 好 那我現在第二問題 那這些會被逼的斷頭的公司 對 如果剛剛好是這個逼桂園 對 剛好是恆大的話 是 那就一定要斷頭 因為它本來就已經利息復付出來 對 就已經要違約了嘛 再違約又加上你的押品又不足 對 你就會被人家補單保品 也就是本來你的房地產 有一億的價格 現在只剩下七千萬了 對對 所以李嘉誠這一招很狠 但是它的範圍就針對香港 第三個 那這些中國房地產公司 所形成的幾兆幾兆的這些問題 的融資或是這些物件 都是在中國的房地產的市場裡面發生的 那這 但是至於說香港這邊有多大規模 受到多少影響 銀行有多少的這種所謂的更迭效應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兩個現在我們看不出來 你就知道看起來是混在一起看的 對 如果分開看的話 我認為香港昨天開始的銀行就開始收銀根 它第一個就開始收銀根 對 因為房地產不值錢了 房地產 不是不值錢 那打七折看 房地產沒有賣不出去的房地產 只有賣不出去的價格 所以價格是唯一的標準 很簡單 所以這是我們來解讀的加成 昨天這個動作會害死一堆香港的開發商 然後如果這個開發商再重複一下 是跟大陸的掛鉤而形成財務問題 或利息付不出來 或是公司在付不出來的情況之下 就是所謂的違約可能性的話 那昨天就違約了 那你公司的價值現在 如果你的股價不好的情況之下 或是你現在你產生低貨 所以這種違約情況的話 那會變成另外一個負面效應 那銀行的融資也開始會保守 你新的貸款借不到了 對 所以它會開始往一個負面循環開始 那這種的違約的結果 那麼大型公司產生違約 大部分都很難逃 逃掉最後的一個悲慘的命運的可能性 什麼悲慘的命運 倒閉 倒閉 沒辦法 非倒不可 但是因為最近中國大陸的政府 中國的財政部知道 現在有這些問題存在 因為我昨天已經提過 它整個總GDP 今年的26%是房地產 所以它不可能拿國家的總GDP 在26%的部分讓它倒閉 然後這裡面分成幾個部分 一部分是剛剛談的開發商 你不要忘記還有消費者 消費者是無辜的 消費者是誰呢 買房子的購屋的人 他也承擔著貸款 對不對 他一邊給你購屋 一邊貸款 有支配款給你貸款 那這個是屬於一種 所謂的經濟的行為 也就是所謂的消費行為 你現在這樣子26%的情況之下 你開發商倒閉了 你房子蓋不出來 為什麼怎麼辦 所以政府推出一個什麼東西 保交房 但是保不出來啊 沒有 它有保 有用 它在第二季的時候 它全面推動保交房 對 但保交房就已經講了 很多像這些大型公司 那個錢背水車心 對 那個資金一下去之後 根本看不到 所以沒有辦法完成保交房的任務 對 這變什麼情況之下 那怎麼辦 變成開發商跟購買戶之間產生糾紛 你交不了房子給我 那我就上街頭了 或者我就抗議 我就拒繳款 對 我就變成我現在貸款的金額 我就不繳了 我就不繳 那銀行怎麼辦 對 銀行就來了 你這樣講對了 銀行就跑來找你了 你不繳還 我就拍賣你房地產來了 那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人開始 這樣一弄的話 這個社會的情緒 跟社會的基礎會不穩定 會變不安的情緒 對 不斷上升 還有然後產生的什麼現象你知道嗎 所有的人現在變成財務有危機嘛 消費者產生財務有危機 或者是警覺性嘛 保守了 保守 不敢消費 不敢投資 所以它的物價指數就往下跌了 另外還更重要一個東西 還有外銷 你剛剛也提到外銷通通開始 也變少了 為什麼變少了 因為它外銷的產品 被全世界各地產生杯葛 對 買中國品 買中國產品產生顧慮 因為中國產品買了很多 我過分依賴中國 所以減少依賴中國商品 是全球趨勢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只有一個方法嘛 只有你中國商品騰龍換掉 提出更高級的產品 更AI的產品 不得不買 用什麼量子產品 高科技產品 讓你不得不買 提出換新的花樣 結果這條路它也走不通 被美國砍掉 美國把它卡住了 所以它現在變成 碰到一個十面埋伏的窘境 一鳳 昨天談到的是 李嘉誠出了一個大絕招 居然用週邊價格 週五價格的七折 賣出它兩個 而且是濱海的第一線 那個都以前是房價最好的 你不但沒有漲 你還打七折 當時大家就聞到 有一個非常不尋常的味道 知道要出大事了 果然 真的出大事了 碧桂園 現在歷息已經不出來了 所以街上剛剛講的 恆大 萬達 再加碧桂園 三個中國最有指標性的房地產 全部出事了 對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會想像說 香港有房價需要打折的嗎 而且是用預售物 用樓花的案件 代表說一定有大事 李嘉誠他這個案件 他竟然把它打七折 打七折什麼概念 我把三成的利潤我切肉 我都不賺了 我只求什麼 平安下莊 所以他看到的東西 香港房地產大概都有三成的利潤 這三成利潤我不要了 對我不要了 所以李嘉誠看到的到底是什麼 今天大家覺得說 恐怕他看到的是 內地市場的房地產 一個一個爆 但過去來講的話 橫達也爆了 然後萬達也爆了 現在沒有想到的是 名氣模範生的碧桂園 他竟然出事了 你說碧桂園是模範生 對 連碧桂園都出事了 對而且他出事 讓大家很意外的是說 他到底出什麼事情 他發了兩個債券 這兩個債券 其實還有五六年 才需要還本金 這個時候 竟然沒辦法付出 兩千多萬美金的利息 利息付不出來 利息兩千多萬 得台幣多少錢 七一一 七一一千萬 你竟然都付不出來 他不是有兆元資產嗎 對 如果你有那麼多的 如他講的 值錢的資產的話 我隨便賣賣 或者是 我拿去抵押 是把這七一一千萬 給拿出來 但是竟然就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代表什麼概念 代表碧桂園 即將要變入恆大第二 因為他這些 美元 美元債券持有者 都是美國的大的投行 你跟他們講說 我現在利息付不出來 你可不可以讓我多引起 大的投行 摩根史丹利 你說利息在說什麼 我現在來講 不是買你股票 是借錢給你 然後既然你付不出來 付不出來的話 這兩個債券 已經等從垃圾了 沒有人要 所以你接下來 你也不可能再用 發新債 你不可能再用募款的方式 發新債來還你的舊債 然後呢 碧桂園其實在上個月 他也曾經想要幹嘛呢 他想說來發新股 然後弄弄折騰了半天 也找了美國投行 來把他們IPO 折騰了半天說 算了 我們內部研究之後呢 我們覺得說先不要好了 為什麼不要 不缺錢嗎 對 我們先保留 我們自己內部的一些選擇 我們先不要 後來呢 現在來看 沒有人要認 沒人要認 再怎麼便宜 都沒有人要認 所以呢 碧桂園 恐怕要出了 因為如果只是單一實踐 那大家還不會這麼輕慌 剛剛講的過去兩年時間 包括中國恒大 融創中國在內 數十家中國的房地產商 已經有債券違約 還有不能履行 所謂的負利息的狀況 剛剛講現在 碧桂園這個被稱為 是中國房地產的模範生 利息復不出來了 他的債券已經變成垃圾債券 而且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講 現在中國的房地產 已經進到了一個 新的危險階段 什麼新的危險階段 因為你看到他的 他們50基本上每個都有 非常高比例的負債 還有他們現在的股價 都已經到了雞蛋水腳股 而且這個雞蛋水腳股的股價 隨時都有下市的風險 對 在過去來講的話 我們要看一個行業 這個都是聯動性的 房地產是一條龍下來的 你要前面的整地 你要開發 你要最後銷售 一條龍的物館下來的話 如果一個家好 大家都好 一家不好 都不好 對 一龍聚龍 一毀聚毀 好 現在來講的話 碧桂園剩下一塊一毛一 距離下市清盤 一塊錢 那就是分分鐘的事情啊 搞不好明天開盤 就可以往下了 然後你看其他的 融創中國 剩下1.2塊 然後融湖地產18塊 雅居樂也只剩下1.03塊 這些都是大陸的地產 好 我們來看香港的 香港 對 九龍會的一個 然後新世界發展17.5塊 然後新造機也只剩91塊 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包括香港 包括大陸 全部都在下滑當中 對 全部都是一個 下行的一個階段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們先看一下說 上一張在這邊來講的話 它最重要的是 資產負債率 你來想想我們台灣的 一些上市櫃的一個建商 他們資產負債率 都是在50% 你很穩定 你不太可能超過50%到60%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如果你現在每個來講的話 91% 90% 碧桂園是多少 88.5% 你很快就會進入什麼 資不抵站 對 然後呢 其實我們來盤算 它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應該早就已經爆倉了 為什麼 這個東西負債比呢 就是你的資產出現 你的負債出現你的資產 其實它現在來講 碧桂園很多案子賣不出去 你賣不出去的話 你憑什麼拿你當初 預售的價錢來計算 如果用實際上的角度來計算的話 你早就已經爆倉了 不是 你的資產其實是在萎縮當中的 對 所以那個負債 資產負債表還在高估當中 所以現在來講 現在碧桂園 會變成另外一個恒大嗎 對 因為剛剛講的 恒大現在負債是多少兆 10兆的台幣 在這碧桂園 大家保守估計 也到了7兆的台幣 對 這兩家公司 加起來的負債 就已經到了17兆台幣了 對 17兆台幣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世界首富來救都很難救 好 碧桂園 碧桂園會不會是下一個恒大 恒大他怎麼出事的 他就是賣不出去房子 然後呢 交屋有狀況 來看一下碧桂園 也要 他的合同銷售 越來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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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賣越少 對 越賣越少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沒有人接受 沒有人接受的情況之下 你要怎麼樣把現金流尬出來 我們來看 從20年來開始的話 他的現金流都是負值 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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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房子又賣不出去 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還有什麼方法 你現在來說就是沒辦法了 而且我跟他講的 你現在你作為房地財 你一定要買地 你要去養地 結果我跟他講的 他的高峰在2017年 之後 去年 他一塊地都沒有買了 寶傑哥你知道一塊地都沒有買 代表什麼概念 代表什麼概念 代表要清盤了 清盤 你要做一個開發商 你一定要什麼 土地庫存 你沒有土地 你沒有這個盤 你怎麼在上面蓋東西 你沒有蓋東西 你怎麼有辦法銷售合同 你賣不掉的話 那你根本也沒有東西賣的話 那你現在來說的話 碧桂園他只有走向最慘的一步路 就是下一個恆大 好 跟他講的 他現在的債券 他的債券 他的債券已經不值錢了 他債券已經變成了垃圾債券了 現在他的股票已經到了1塊1了 1塊1隨時有下車風險 代表他所有的資產 會隨時變成泡沫 對 隨時變成泡沫 那你當時所有投資的人 不就換句什麼都沒有了嗎 而且更誇張的是 導播我們再看看畫面 碧桂園被認為是模範生 那不是講假的 因為他過去 中國的房地產 很多是爛尾樓 很多是爛尾樓 很多是所謂的動搭工程 你至少看起來 碧桂園幹起來 是有模有樣 他幹起來是有高周短率 這有高端率 就代表是大家喜歡的 你買了以後是容易賣到 你連這樣的房產商 你都出問題了 過去來講的話 碧桂園可以說是 名氣的模範生 因為他做什麼 他做了 就類似我們台灣的造證 我去圈一塊地之後 我把所有的基礎設施 我自己來做 然後我自己把這個東西 十幾萬 二十幾萬 給弄起來 弄起來之後 我現在是賣給大家 這個房子是碧桂園的 對 這在廣東的一個中山 他自己用一個造證計畫 而且為什麼大家都去買 因為他的品質算還不差 主要都是賣給誰 中產階級 然後賣過去之後 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的周短率好 表示說他二手房的價錢 非常的保值 所以很多人投入去買 那投入去買之後 如果碧桂園 倒了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多大陸的民眾 他把一身的積蓄 全部拿來弄一套房 然後弄進去之後 我買了碧桂園的房子 我是希望幹嘛 自己住嗎 No 我是希望說 等他漲價之後 我轉給下一手 所以如果碧桂園倒了的話 不只是買他債券的美國投行 不只是買他股票的 這個香港的民眾 恐怕所有買碧桂園的買房 而且這些人 就會變成韭菜 活生生被割掉 而且還沒地方喊冤 而且我非常欣賞 你看到沒有 碧桂園他們裡面 我不是說我對外面 看起來富利堂皇 我裡面有什麼紅木家具 而且我裡面的所有的擺設 都是非常好的 這個我剛剛講到 它是一個代表性的產業 它是吸引中產階級以上 來購買的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是全面崩跌 對 碧桂園他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不只賣住宅 他還賣寫字樓 賣了寫字樓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做商辦 而且他是跟英國去學習的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我在這裡 我在廣東買的 是跟香港一樣的經修房 而且他做商辦 所以大家對他來講 才會這麼著迷 可是模範生也有學壞的時候 對 因為模範生缺錢的時候 就開始跟地方縣市政府 開始歐北來啊 你說這兩年江河日夏 越來越糟了 對 以前他拿地 一定拿最好的地 景觀最棒的地 地盤最穩定 你看在這裡 亂搞的一個下場 在天津的巴厘台這邊 他也去拿了一塊地 拿這塊地 是跟誰拿的 跟他們的縣市政府拿 不過呢 他距離渤海灣 只有20公里 那個時候呢 大家就很多只能質疑說 你距離海港 而且是深海港 對 那麼近的情況之下 你的地盤穩定嗎 地質穩定嗎 你有辦法往下打這個基裝嗎 他們說沒有問題 就蓋了 蓋完之後呢 這一個鳳井庭院 出現了很大的一個狀況 這些我們剛才講的 地都出起來了 對 天坑出現了 這些東西基礎建設 他們跟縣市政府 一起弄了 天坑出現了 然後地竟然裂了 裂了情況之下呢 他們跟碧桂園講 碧桂園有一個 類似他們的一個管理處 說沒有辦法 因為你不管 再怎麼樣的灌漿進去 這個地方就像無底洞 因為他地盤有問題啊 他地質有問題 你要整個地球 你都把他灌進去嗎 所以沒有辦法 修繕的情況之下 大家叫鼓連天 這個社區有七千戶耶 對 七千戶的房子 全部都呈現傾斜 對 呈現傾斜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總有一天 你會被驅離出去 因為不可能讓你繼續住 住到他島嘛 這個就是碧桂園 現在出缺錢之後 模範聲亂搞的一個下場 而且有人講說 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竟然不在中國 而在馬來西亞 今天講的 他不是幫馬來西亞 蓋了一條的所謂高鐵嗎 對 蓋了高鐵以後 我就要做一個大型的造震 這個大型的造震 叫什麼 叫做森林城市 結果導管我們看到 這個真的在馬來西亞 做了森林城市 美輪美奐 人間仙境 可是現在已經變成了 人間鬼城 對 碧桂園 把他的一些基礎設施 外銷出去中國 然後弄了森林城市之後 森林城市多大 半個澳門這麼大 半個澳門 以為說他可以 農納很多人的一個住戶 但是搞了八年 到目前為止 多少人進去 兩千人 但是當地的反應 非常的激烈 因為他賣得很貴 所以當地他不會去買 中國的一些富商 現在也沒辦法去買的情況之下 中國也沒錢了 對 森林城市變成鬼城 然後營運來講的話 如果碧桂園出市了 他的整個物業管理也會結束 所以這一波恐怕出市了 就不只是大陸而已 你最近談的就是 李嘉誠突然出售 意思是嗎 以周邊房地產價格 七成的價格 你居然賣出去 這在香港前所未有 這跟在李嘉誠也前所未有 絕對有大肆發生 果然今天剛剛講到的 中國房地產從恆大 從萬達今天連碧桂園都出市了 如果連碧桂園出市了代表 你等於說你四分之一的GDP都受到影響 四分之一的GDP影響 等於說你中國呈現停滯 呈現停滯之後你的進出口 竟然也下跌 下跌怎麼辦 大家都像李嘉誠一樣 都要拋售 都要搶便宜了 是 現在大家都在擔心 中國的經濟的火車頭 包括房地產 包括進出口這一些 可能全部都熄火了 如果一旦全部熄火 代表中國基金可能要開始 呈現一個大幅度的下殺的情況 那有幾個相關數字今天也出爐 包括中國7月本CPI指數 竟然是年減0.4% 年減0.4%的一個代表則是說 29個月以來 首次出現複數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以前怎麼講 小時候在選手 什麼的經濟學的時候 通膨很可怕 可是後來大家看到日本的經濟 才知道通縮更可怕 你的房地 比如說你的物價如果穩定的成長 那不是壞事 結果你的物價不但沒有成長 還往下縮 代表你整個經濟是在萎縮的狀態了 是 因為當你進入一個通縮的情況的話 代表你的人民不敢消費 代表你的企業不敢投資 代表你的進出口 全面呈現一個停滯的狀況 而當你整個國家的一個相關數字 都呈現一個緊縮或停滯狀況 這代表這個國家的經濟不再有活水了 所以現在中國居然出現了一個名詞 割肉換現金 是 割肉換現金最代表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如果這個企業不開始 用消價競爭的方式的話 我可能連本都沒有了 然後大家都開始講說說 大家都跟李嘉誠一樣 只是賣的東西不一樣 是 只是賣的東西不一樣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被提出來的第一個是誰 是蘋果 蘋果 因為蘋果的iPhone14 在今年2月的時候 率先在中國開始下殺 打起價格戰 而且它下殺幅度 包括高達可能6% 7%都有 為什麼要下殺呢 因為我的蘋果如果不下殺的話 沒人要賣啊 我搶不到市場 完全搶不到市場 但是蘋果這套是奏效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最新公布的蘋果相關的數據 在全世界的一個市場 都呈現一個微幅的下滑 包括2% 3% 只有在中國是逆勢成長 所以現在這些美國廠商 包括蘋果 包括特斯拉 都在中國銷價競爭 是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喔 現在包括物價下跌 物價下跌很重要的關係 就是消費者不敢買 不想買你 不降價 我就不買 所以這會逼著廠商 必須要割肉 必須要降價 必須要讓利於民 才有辦法賺一點薄力啊 所以剛剛提到的是蘋果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包括那個鞋 手工鞋 現在竟然有手工鞋的業者 他直接說 我撐過了3年的疫情喔 我本來想說現在已經開始 疫情慢慢恢復 我應該可以慢慢的 那個業績變好了 結果並沒有 我竟然完全接不到 相關的一個訂單 國外出口沒有訂單 國內自己變成現在 也銷售停滯的情況 今年2月以來 公司的業績 不斷地下滑下滑下滑 所以現在包括 我要裁員 我要減薪 所以它就會波及到 整個就業市場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就說 通縮非常可怕 因為你可能到最後 你連工作機會都沒有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 所以不是房地產 你現在在賣鞋子的 做船購的 甚至你是做 尼龍這個面布的 全部都便宜賣了 是 你包括像浙江省 剛剛提到的這些布商 這些布商以前 主要這些都是外國企業 外國企業 看得出來就是什麼 就是要拼出口 結果他告訴你 我今年的整個 雖然成本不斷上漲 但是我的售價跟我的訂單 竟然不斷地衰退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只能消價競爭 所以我的售價 竟然少了至少5%到10% 少了5%到10%的目的是為什麼 是為了要活下去 所以你看 如果連出口的訂單 為了要增訂單 它必須要減價的情況之下 寶芊哥今天最驚人的數字是什麼 只有中國7月份的進出口的價格 竟然呈現全面的衰退 我的出口跌 進口也跌 這是非常恐怖的一個數字 中國公佈最新的7月份的進出口 它的金額來到4829億元 你看它的數字好像還不錯 但是它竟然是年減13% 而且在出口部分 尤其在美國 我們都知道 美國其實是中國以前 最主要的一個出口市場之一 結果他現在告訴你 美國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市場 前七個月竟然衰退了13% 然後貿易的順差 它竟然只剩下1.26億元 減了快要兩成 除了出口到美國市場是減少之外 出口到歐盟市場也是減少 所以現在中國出口 可以說是呈現一個全面性的一個衰退 那你想說那出口衰退 如果說它還是一個貿易順差的話 那也許還好 沒有 最可怕的就是 它竟然連進口也衰退 它說進口衰退一直是在什麼 我們以前中國企業要做生意 很多原物料要從國外進來 我的半成品要從國外 所以我一定要從國外開始進口東西進來 那我東西進來之後 我的整個企業才能運轉一段之後 我再製成成品 我再成品出去 如果今天我中國不再像全世界去買原料 沒有半成品了 沒有半成品 就像台灣的晶片不賣給你了 對 沒有半成品之後 這代表什麼 你沒有成品行銷到全世界 所以換句話說 包括我們剛提的CPI下滑 進口下滑 出口下滑 所有的數字歸納出一個情況 中國現在經濟出現了一個通縮的情況 非常明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